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总申心话 各位朋友 中秋节要到了 那早上来还是碰到一阵一阵的雨 那好像台风雨还没有下得很干净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很多长辈或者朋友 你外出的话 要小心这样的气候 那白鹿来了 24节气白鹿来了 下来就会转为秋天的那个比较明显 那晚上当然你还是要 可能要加个薄的被子 那讲完了 整个健康的情况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国内 疫情死亡已经超过一万人 那下来 下来有一波 下来就 现在其实你如果有注意 每天的 确诊数的话 会发现 每天都在高涨 那可能下个礼拜 可能就要超过五万 一天五万确诊 各位是什么概念 我们过去一天 只要五个十个 大家就下了半死 现在一天 三万六三万七 大家一点点好像也不害怕 社会上的情况 那就是整个氛围了 疫情不能靠氛围 因为 疫情它是不管你是什么节庆 或者什么全世界怎么样 是一个怎么样氛围 因为 它是一种病毒 那氛围呢 氛围 在选举里面 你要看氛围 选举的氛围 那这种氛围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很多人都非常清楚 民进党这几年的选举 包括公投 他都能够赢是什么 他就靠四个字 抗中 反台 保台 抗中 保台 那保台要怎么样 要去制造这样的氛围 所以裴洛西来 是我们政府精心策划 跟美国合作的 他们每天装无故 那个是不用骗了 是萧美琴去邀她的 裴洛西自己也承认 就是萧美琴来邀我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 都是精心策划的 然后接着 又来了两波美国的议员 对不对 那昨天 法国的来了 那接下来还有加拿大 立陶宛 为什么 险前一定要让大家 觉得说 你看我们抗中 保台 各国的 都来 挺我们 所以我们的 蔡震吾的 做法是成功的 他是要 弄这个氛围 那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地方的选举 九合一地方选举 民进党认为说 所有选举 我都搞这一套 还是会有效的 这是有效的 所以各位要看 很多在网路上 你不经意的东西 譬如讲这两天 台湾的歌手杨成林 他说他小时候家里很贫穷 那 吃海鲜都觉得是很奢侈 那马上被讨伐 为什么要讨伐他 因为他老公 李荣浩是大陆人 他现在的事业往大陆发展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一个抗中保台的操作 各位想说 小董你讲的太严重 我跟你保证 因为我很懂嫌疾 我也很懂这种氛围 你只要在大陆怎么样 就要把你做大 做大做你看大陆人都很可恶 跟大陆的很多台湾人 其他边发展都很可恶 就是要把你黑掉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氛围 那杨成林讲的有错吗 小时候家里贫穷 海鲜是一种奢侈 是啊 对我来讲 我也是啊 怎么会不是 你们金门靠啊 我们金门靠啊 我们不能到多远去补鱼啊 把金门整个海岸都管制啊 老百姓随便跑到海边 卫兵就可以开枪把你打死了 认为你要逃到对岸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海边都是地雷 你不小心一踩就死了 就这样 你说哇 你们金门人都吃海鲜 是 我们当然有一些海鲜 吃到 那个抓到 可是我们吃不到啊 很多人都不相信啊 我高中之前 我没吃过黄鱼啊 你们金门黄鱼最有名 我高中之前 我没有吃过黄鱼啊 金门抓到黄鱼 都卖到台湾给 或高级餐厅给人家那个 那轮了到我们 抓到就好高兴 哇 对不对 花了一笔横财 可是 你吃不起啊 你怎么可能吃呢 就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小时候螃蟹非常便宜 都不要钱啊 抓到都不要钱 都送给左林右舍 为什么 你抓到 你不赶快吃掉也不行啊 抓到螃蟹人都气得要死了 我们整个村庄多数都是移民 也有种田就这样 为什么 螃蟹身上很多倒锅 不小心就勾到网子 你一拉起来就是了 那网子就破了 然后左林右舍大家就 送给你 几百只几百只再送啊 你怎么吃啊 我们就 吃不完就只好找很多 那个把它腌起来 所以 这个金门 大家讲腌醉蟹 小时候是腌蟹而已 没有醉 因为有时候你加一点酒料会比较便宜啊 比较好吃 但是酒料也是很贵啊 那我讲 那就是一个贫穷的过程啊 我相信 杨承宁年纪当然比我小 但是我相信 他们够了贫穷的时候 所以你现在吃到这些 我们就觉得 现在吃 在台湾吃这些都很容易啊 可能你在吃了 但是你那个 那个不叫海鲜啊 你只能叫海蝉啊 是不是 海鲜是怎么样 海鲜就是你去吃半桌的那种 譬如说 一上来 一整盘的生理片 类似这样的 然后呢 下面一盘 可能就是一个 一个清真的 一个龙虾 或怎么样 比较这样 跟你平常所谓的那种 海鲜店吃的那个比较不一样啊 那你说海鲜店 也有生理片 也有龙虾 那个等级是不一样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告诉你 小时候 他在讲他小时候嘛 他在讲他小时候 贫穷的时候嘛 但是为什么 因为他在大陆发展 所以我们要去开始 把某些人 过去台湾 大概很多人都讨厌黄安 对不对 黄安又在大陆发展 大家讲 哇 然后每次说 你看你有脸回台湾 用健保 黄安我也不喜欢啊 他用健保是他的权利 他有缴钱 他为什么不能用 所以就你看到一边 一个满天 满天的那种小畜生 就看 哇 你用了台湾的健保 是台湾健保 那你要感谢联赞啊 感谢国民党啊 你有投票给国民党吗 每天都拿健保来傲人 哎 我们台湾健保 是 你有种你就不要用 我为什么不要用 我为什么不要用 我有脚保会 我为什么不要用 小畜生才不要在那里嚣张 台湾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小畜生的世界啊 对不对 本来就是了 蔡英文就要去笼络这些小畜生啊 哇 从太阳化以后 哇 台湾年轻人各个是把 哇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决定支持谁 谁就可以当选 谁就可以执政 就这样 可是票投完了就没有责任了 所以今天你要怪谁 什么 我们去柬埔寨 怎么 那你要怪这些投票的人啊 台湾有这么多的事情 你要去怪他们啊 因为他们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不是 应该由他们来护啊 我们内政部哦 内政部大家也知道 习狗勇的女儿昨天 大大的出名了 我不晓得我们的记者很奇怪 昨天 新闻一爆出来 所以你们这些政二代 习中立赶快跳出来啊 习中立是我 素来看不起的司法院长 看不起到几点 他以前当过大法官啊 那后来当院长 人家讲说 那大法官不能当两次啊 这是规定 他说我现在当院长不是大法官 院长就是大法官啊 院长就是大法官会议的主席啊 怎么不是大法官 你还鬼扯 想当高官就开始七节法令 各位朋友 你如果量过大学 量过大专你就知道 你的系主任的正职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他一定说 我是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 各位懂了吧 那习中立是什么 大法官兼司法院长 懂了吧 大法官才是你的主要职贤啊 可是他为了要当 那这个人我看不起 他是因为 他是蔡英文左右两个 会死的 一个是顾立雄 一个就是许中立 那你看蔡英文 被高中生问说 你那时候 你们会死 为什么不执行 我们不能用言行进法去怎么样 我听你在讲 我听你在讲屁话啦 就是这种人啊 各位朋友大家想想看 那蔡英文手价就是这种两个大将啦 对不对 大家看很清楚嘛 顾立雄啊 然后 他说许中立啊 他的可怕在哪里 在于大家可以看到的 法务部的政务次长 女儿也在那里 西郭勇 内政部长的也在那里 我们在整个选举的公平上 你会觉得公平吗 其实我们 这些原来不管任何一个党执政啊 我们国内都有一个默契 法务部长 内政部长 司法院长 或者法官或检察官 都不能去帮人家站台你懂不懂 所以我今天 我站出来我挺谁 不行 因为你在管汇险的 你在管万一有选举 就会在怎么审判的 对不对 法官嘛 搞检察官在抓汇险的 那法务部政务次长 专门管检察官的啊 那检察官敢抓吗 你去帮这个人站台 这个人汇险 检察官敢抓吗 我的长官在挺他 他会造成这样的效果嘛 那警察 警察不用讲 抓汇险都先找警察 去破门而入去干嘛 对不对 警察的首长 就是内政部长 所以 多年来 至少三十年来啊 不管国民党执政 或民党执政 任何只要这个都不能去占 为什么 因为你要维持他的 中立啊 马航九当法务部长 的时候 那 检察长哦 检察长去 参选国民党的党代表 被马航九把他 寄深届 你会用你的影响力嘛 你检察长要选 我记得是高典议署的检察长 应该是刘景毅 那他怎么样 你要选 你知道我有自己的 但是有些东西要 约法在先啊 你要选 你会不会 你下面的检察官 会不会去帮你拉票 拉票的话 检察官跟很多人是有 有那种 我起诉你 不起诉 他潜力很大 检察官非常大 各位不要看说 小小一个检察官 很大的 小董常被检察官传换 我非常清楚 我每天骂他们 可是他要传换 我也要乖乖气 不乖乖气 他到电台来集体我 各位就这么回事 集体你就难看啊 叫十个警察 十个调查员 小董 我传他不来 我们来集体 你连电台都难看啊 是不是 他们会表演这一套 他们以前要 栽赃好龙斌 寻求连任 好龙斌贪赃王瓦 他们就派了 跟几十个记者通知 然后检察官 带着调查员 哇警察 搜索台北市政府 后来 后来好龙斌显赢了 既然通通不起诉啊 各位我 我真的很认真的告诉各位 台湾嫌疾最怕的就是检察官啊 检察官的头头 检察总长 法务部政策 还有法务部长 主要这三个啊 他把女儿去帮 那个会公平啊 你说他自己没气 他自己没气 他派他的家人去啊 对不对 他派家人去啊 他家人去就是代表他啊 还用讲吗 各位大家想想看 有很多东西你是要避嫌的 是不是要避嫌 习高雄 内政部弄个梗图啊 笑死 就笑死了 他在说反诈骗啊 笑死了 既然有人自称在 中东是什么 将领 要跟你那个诈骗的一个梗 小董在节目上讲过 其实所有诈骗的方式 小董在节目上都会讲啊 你看内政部那个 还不如听小董节目 我三不五直就会讲整个故事啊 那他做一个梗图 笑死怎么样怎么样 笑死怎么样怎么样 他最后一提都笑死了 台湾 吃海鲜竟然是一种奢侈 他用政府的力量 这是政府的力量哦 用内政部的力量哦 来嘲笑杨成林啊 内政部是一个不要脸的部 让人滑指 习口勇 是个让人看不起的部长 羞羞脸啊 你还是个大律师耶 你今天可以用政府的贡献力 来对付一个艺人吗 只因为他在大陆工作 他讲他小时候家里贫穷 吃海鲜是一个很大奢侈 对我来讲也是 对多数台湾人来讲也是啊 结果他们的网友 那些小畜生垃圾网友 就他把前面那个字拿掉 说杨成林是个大明星嘛 这怎么会吃海鲜这个奢侈 好像到大陆故意这样讲 不是嘛 他前面的前提是 他小时候家里贫穷嘛 我小时候家里我也不敢讲贫穷 因为前进门都这样 所以我们要填资料 大家都写小康 我们三餐都吃什么 三餐都一样 都是吃地瓜 一模一样 你说现在一斤地瓜多少钱小董 是啊 啊那个年代年代只有地瓜 自己种自己吃啊 啊种了自己吃吃多少 他吃了大概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其他的 其他全部喂猪 我们跟猪吃的是一模一样的 各位就这样啊 只要吃到什么时候 吃到 吃到国中耶 各位 你想想 真的吗 我说真的啊 小时候金门就是这样啊 但是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 我们贫穷啊 当然大家都很想吃个大米饭 有一块卤肉在上面 很想啊 没有啊 对不对 后来哇 钱 世界最好吃是什么 哇 一根鸡腿 不管是炸的或卤的 想到就 流口水 每个金门的小孩 谁不是这样 所以小时候贫穷 杨诚金讲的是他的经验 那你今天看到 我们用政府的力量 去跟人家霸凌 去跟人家嘲笑 笑死了 连姑婆宇跟都会吃臭的部长 吃到姑婆宇 你要不要被嘲笑啊 各位怎么可以这样呢 可是你知道政府在干嘛 他在po一个梗啊 这梗就是慢慢侵袭过来的这些 他在抗中保台啊 杨承宁台湾能养你大 你既然讲我是广东人 我在台北长大 一样啊 小董 我是金门人啊 各位朋友 我不是台湾人哦 对不对 我是福建金门人啊 我在台北工作啊 你说啊 一定有一些小畜生 那你就滚回金门怎么样 像常有人在网路上留言 最喜欢这样 这种小畜生 野狗就不必理他了 当台湾需要金门保护 打金门人 抛头颅 撒热血 死了多少人 五零头 大二胆 八二三 三场战役 把台湾保下来了 这些不要脸的小畜生 包括你阿公阿嬷 你爸爸妈妈 都是我们 用生命去把你保下来 才有你这个小畜生啊 你讲什么讲啊 你还有什么资格讲话 各位我讲 人就是这样啊 小董会生气 当然我有我的道理啊 对不对 大家来讲 这一批对台湾毫无贡献 每天就在 网路上 怎么去霸凌别人 自以为乐 蔡英文养人对走狗 就在那边咆哮啊 各位是不是 是啊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看到整个台湾的社会 很多东西就方腔左板 就是这样 我昨天要去录影碰到白冰冰 白冰说哎呀 董哥你看 台湾怎么办啊 他就很忧心 我说对啊 所以我们都要努力啊 我说冰冰姐 我们都要努力啊 讲真的啊 他他说我我只能让很多很多朋友开心一点 尤其很多老年的 你看他的节目照顾了多少 多少已经过去 有点知名度的影歌星上他节目才有通告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很多人看了他节目节目很开心 啊这个不是谁 哎呀二三十年没看到 现在虽然比较发胡 可是你会你会想起年轻时候的美好回忆嘛 像说哦 这那时候他是中式的那个唱的啦 这个主题是他唱的 对不对 你会有这样回忆 那回忆 回忆我们会回忆很多美的嘛 当然也很多人会回忆过去的辛苦 但是回忆过去的辛苦 你就会想起现在的幸福嘛 杨晨宁想的是现在的幸福 小时候吃一餐海鲜真的是奢侈 那现在呢 现在你要每天吃海鲜也可以 只要你身体受得了 就以你的地位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当然大家有这样的幸福是怎么样 是我们有多少祖先 包括金门人 包括国军 包括警察 包括蒋介石 带领我们所有人 蒋经国带领我们所有人 一个去捍卫了金门抗中宝台 捍卫了马祖 捍卫了台湾 捍卫了澎湖 今晚这些权限 有多少人的家长都去扶过兵役 都去捍卫过这块土地嘛 就这样啊 所以蒋介石捍卫 蒋经国建设 我们现在才有这样的日子啊 是不是 大家想一想 我讲这是一个自然道理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缓驳我的啦 然后蒋经国 高速公路他盖的啦 机场他盖的啦 中正机场 桃园 对不对 最主要台积电也是他盖的 他在当行政院长 台湾就开始有非常大的建设 大家也看到了 那时候两奖时代 鼓励台售去做塑胶厂 王永庆本来不做这一行的耶 政府签他做 所以我们整个中油都来 一起来配合 这个就是石化业 台湾石化业跟电子业是两大龙头嘛 就是让整个台湾 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 这就是一个过程 台湾复益起来了 就是这样啦 各位我们讲就是一个 炎炎根本 饮水本思炎嘛 那今天 整个政府 他逮到机会 我这个要来霸凌一下 哇这个有梗 习口永刚出来讲 哎呀我们支持我们的小编 怎么样怎么样 你们内政部有够不要脸啊 什么小编 各位 小编是谁我不知道啊 我是冲着 内政部来的 你是一个部委 今天 纳税人养你们这些部 你们这边再去 对付一个艺人 那你们觉得可不可耻 只为了你们自己的 对不对 为了你自己的地位 西口永 真是羞羞脸 真是让人家看不起啊 大力士 董哥记得喝水 好谢谢 今天有什么心惨 今天等一下两点要去上 新闻大白话 56台 好 好 谢谢 是谢谢丙龙 丙龙没有留言 但是丙龙也是每天来 非常感谢 然后吴芳武 谢谢芳武 他说董哥赞赞赞 然后洪家虎 是 洪家虎 董哥追真 是 我讲的东西都是真的 谢谢家虎每天都来 还有佩仙 李佩仙 非常感谢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佩仙 然后 红阿花 是 他给我 也是一张漂亮的图 是 谢谢 然后 鲁丁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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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人吃海鲜 那么便宜 这么容易的话 那七年就不会有上百人 改名叫 鲑鱼 什么吃免费 那个 大家都有 很多人把身份证都改名 鲑鱼 记不记得 没错 他提醒了我们这个记忆 真是 鲁丁亚 非常感谢 然后赵姨 吴赵姨 谢谢 董哥平安 是 谢谢 然后温森旺 年轻的好朋友 是 民党只有小孩 从小有钱可以天天吃海鲜 然后到他稍稍长大以后 就培养到城市中 到那个竞年总部去吃香喝辣 香卡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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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森旺 谢谢 然后 郭丁亚 是 郭丁亚 他的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的确是 民党真是吃香喝辣 颠倒是非 谢谢 一大雄 是 谢谢大雄 谢谢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很感谢 还有 珍珠丸子 珍珠丸子 董哥是装流砥柱 支持 谢谢 福建省金门人 谢谢大家 谢谢 珍珠丸子 是 董哥我们准备回现场 好 回现场 OK 欢迎小董 我讲真心话 我讲真心话 因为有个特色 跟其他名嘴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讲的新闻 每一件都是真的 那我干这一行啊 因为我过去当记者嘛 后来 公逢其盛 大概民革84年 就开始到电视上 做很多评论 那时候还继续在当记者 那当然啦 因为我跑新闻 非常认真啦 就是大清早就跑 跑到晚上 很多人讲 哇你 你这样受得了 我就习惯就好 每天花十六七个小时 在新闻上 我讲真的 那他讲 你有办法 那个 其实 当然因为 你的本身的条件 可能比别人差 我们不是名校 也不是新闻科系 那你在这一行的话 你上面没有学长学弟啊 对不对 没有啊 我那时候在练书的时候 淡江并没有什么大传系 没有 淡江现在大传系很有名啊 像我的助理也是淡江大传 那我周遭很多朋友 QBS的杨华 国旗东森的赵新宜 前世议员陈彦博 对不对 他们都是啊 可是 我跟各位朋友讲 就当然 后面很多科系 大了以后 你现在 因为那时候 大家想说 哇 有很大发展 可是台湾的少子化惨了 现在大学很惨 你看 对不对 连大同技术学院 就是过去 大同工学院 多强啊 然后 大同系统的 过去大同工商 大同工学院 很抢手的 现在既然配列入 下一波是要 你如果明年五位没有那个 那你这个校可能就很危险了 还有一个高院高工 高院高工 你知道高院大科大 高院科学大 你知道高院是谁创的吗 宜晨叶英创的啊 他有一次碰到我 他跟我讲 小董我跟你讲 我花很大心血 我每天去做怎么样 那次大概 我说啊 你就好好休息 因为我跟他也熟悉 就移政宪他妈妈 那老太太后来 因为她 她是在台湾 整个政党轮替 她是一个关键型的人 她民国七十四年 打败国民党 以后高雄 国民党就没有再执政过了 高雄县 那时候的高雄县 合并之前就 国民党就没有再执政过了 你要把它算 可以几乎可以算到现在 所以他整个被 翻转你知道吗 那高雄黑派 你看他儿子 他女儿 大儿子 二儿子 每个人嫌什么都上 宜政宪 宜政道 宜灵雅 每个都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是一个家族政治 可是获得社会上很大的 支持跟称喜啊 他跟我讲 我这高雄县 我做了 我说你就好好做 你去管 他说你不晓得啊 人活着就要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做啊 他说我现在也没办法再重振 重振都交给那些 今天一四岁 那我要早一点事情做 所以他对教育就有兴趣 他现在如果还在的话 他的学校 明年五月没有 没有调整 就关了 那明年有没有可能调整 机会很小 因为少子话嘛 各位朋友 所以我讲东西 小总讲 我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讲东西是真的 那我就最近 因为嫌疾到了 我讲很多 嫌疾的新闻啊 当然因为留言板或什么 会有很多人向我 小总你在讲 你等着被告啦 你怎么样怎么样 我被告也不知新闻啊 对不对 台湾十大首富 有两个高过我 我这样讲啊 是不是 但是我必须很抱歉的讲 告我的人最后都死了 都死了 我讲真的 我有一次上节目 有一个台北市议员跟我同台 他就讲说 那个上次骂我 昨天酒驾出车后 有事了 我说骂你的人这样 我说告我的人更惨 开玩笑啦 那这个不讲 我讲东西是真的 我讲东西是真的 我讲黄珊珊是立营的 亲民党是立营的 我说从贬送会以后 贬送会之前还是蓝了啦 没错 所以昨天李红元去挺他 他讲说 哇李红元代表蓝营 没有 李红元就亲民党的嘛 他是宋楚瑜时候的水利处长嘛 台湾省政府时代 那我跟李红元是很熟 那 亲民党并不是通通 完完全全的李 可是因为亲民党的领导人 是宋楚瑜 宋楚瑜是党主席 那这些年来 他都在替李的做事啊 这是事实啊 贝尔回忆他代表蔡英文啊 他是蔡英文的特使耶 他是蔡英文特使 蔡英文总统特使啊 是他的代表人啊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嘛 这个其实都都有 但是我我讲黄珊珊很多人就 哎呀他他家人都在当兵 他会是他会是利的吗 那那我昨天就起座啊 那宇北辰将军 他是我们节目主持人 你会认为他是蓝的吗 他过去是很蓝啊 没错啊 黄沐昕党部派在桃园 黄国梁党部的主委 怎么会是利的 那你现在要去问 所有你认识的人 请问宇北辰将军 是蓝是利 所有人会 都是跟你讲利的 一个人 后一个党是蓝是利 别人都可以评论 你不会说我就不是 你讲这样 我告你诽谤 不会成立的啦 这是我对你的认定 因为你做过哪些事 你知道到法院就是这样 你又怎么他告你是 你骂他利的 我说对啊 我举出证据啊 我只要举出证据 举得出来嘛 我讲的新闻都是真的 昨天有个朋友在脸书 他就po了这个 这个当然是我记忆里面的 这只是其中一件啊 黄珊珊是小婴女孩 是不是小婴女孩 政绩在这里啊 其实不止这件啊 你要拿出来还很多件 蔡英文2016年选总统 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他们那时候竞选海报 这是他竞选海报 台北市有八席啊 那是 大家看 集中选票翻转国会 蔡英文指定要 支持这八个人 八席嘛台北市 第一个是吴思瑶 大家很清楚 第二个姚文志 姚文志也当选了 然后第三个就潘建志 潘建志因为那时候 他是挺柯文哲的一个医生 他选中山 大同这里嘛 他若选输给蒋万安啊 然后呢 内无人搞是挺谁 黄珊珊啊 蔡英文挺黄珊珊 他翻转国会 要集中选票 小婴女孩在这里 都看得很清楚 第五个是林长佐啊 不是吧 林长佐现在是不是挺立挺的要死 虽然号称无党级 过去是实在立 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民进党的 就是立的嘛 第六个是范林 他漏选输给蒋乃鲜啊 是不是 后来 后来 他加入民进党 民党部分期第三名 现在是民党 大家都很清楚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然后 第七个就杨时秋嘛 台北市议员 然后第八个李庆言 现任的台北市议员 那大家可以看到 黄珊珊是最明显的 是不是小婴女孩 蔡英文立挺 这是他们的 这是他们的竞选广告 蔡英文的竞选广告 集中选票翻转国会 各位我讲 这个不止这个政绩啊 一堆啊 不是我们在什么信口开核 或什么 我们讲的东西都是这样 很多人说 啊你 我跟他也很熟啊 老实讲 台湾大咖的政治人物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我都认识啊 那熟的大概一半以上 我敢讲 但是我们认识他 至少二十几年了吧 对不对 我那时候好几个好朋友 民国八十七年 帮他选 台北市长 台北市议员 那那时候市长是马杨九 马马 国民党是马杨九代表参选 那那时候 黄珊珊是新党 新党 派的是谁 就是老王啊 王健仙啊 那王健仙是 大家也知道 他很正直 有情有义啊 我在我们节目讲 第二春文教基础 很多朋友就赶快寄东西给他 王健仙 过去新党这些人 因为我们在跑新闻认识 只要他姓什么 我们都会加一个老 赵少康我们都叫他老赵 义募名我们叫他老义啊 就这样 费红袋老费啊 真的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就加个老 老可能表示熟悉或亲切 可是老的 让大家接受 那你们是什么交情或什么 没有 其实跑新闻嘛 这样交一交就觉得很熟悉了 那各位朋友 庞建国我们叫他老庞 他说都年轻啊 对不对 每个真的就是这样 卫义龙老魏 老魏是大律师啊 大家都记得吧 老贾贾亦然 贾亦然现在去哪里 老实讲我也不知道 我说真的都是这样称呼 那我们会做这样 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看新闻的时间比较多 我讲出一些真话 可是你看到很多人 他在政治上就是变来变去 变了就会让人家看不下去 你离开你的党没关系 那这党至少对你不错 提名过你 那种 反过来咬一口的 现在国民党一大堆啊 而且这些人还有脸说 我同舟计划我回来 你那时候离开国民党 你是怎么去咆哮国民党 你是怎么样的嘴脸 现在都会留下记录的吧 这十几年来大概你所讲 你在公开场合所讲 不是被录影就是被录音 这东西没办法造假 你去告的话 人家去发现就知道是真是假 对不对 小董讲了 我也一样啊 我也一样 那这些记录的话 难道就要一笔谋消吗 你过去把你这个党嫌弃到怎么样 所以我常常很 很弃国民党 我说你国民党像一个公共厕所 大家来跟你尿过尿 嫌臭 淹笔而够 然后说还大骂 这什么厕所 脏死了 脏死了 你是党员 你要帮忙清扫啊 我讲是不是 你有使用它 你就要负责帮忙清扫干净啊 大家同心协力啊 国民党没有 国民党清扫了一批人 使用了这一批人 使用的人 获得这里的好处 闲东闲西还可以借着 同桌计划又回来 以止气死 各位 我看了就是这样啊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我也不是新党党员 也不是亲民党党员 但我告诉你 南京当然我是特别熟悉啊 所以别人说 小董就南京名嘴 我也不会火认 我跟唐湘龙都不会火认啊 对不对 那利盈我们 有没有认识很多人 有啊 很多人碰到我小董 你骂我们畜生党 我说是啊 畜生党不是我先骂的 黄信介跟我讲 万民党党就正式党啊 是啊 是这样啊 做了哪些事情 就要被人家评价 这东西跑不掉的 各位朋友 嫌疾 要看长眼 谢谢 董哥我们刚刚念到珍珠丸子 是珍珠丸子 有有 他说总歌是中流体制 谢谢 好 董志胜 谢谢志胜 非常感谢 都是台湾人 现在都用 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啊 用贱人的标准 对啊 来 说自己啊 的标准 来对待自己 的确是这样 那我们看了 的确是这样 然后 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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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圣经上的名字 是 谢谢 那 他给我躲练 他就是希望我们都是 没错啦 我们 大家都是应该有人来说 外岛的那些官兵 是 没有错 其实大家 能够 保护这块土地 个人尽自己所力 你在工商业 你就努力去做你的事业 缴税给正鲁来养国金 那 都是一个功德啦 谢谢 Luis 是 Luis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还有 丸继雄 丸继雄 是 他讲习国勇 丸继雄 上次跟我合照 不晓得他妈妈 有没有看得很开心 他说我这张拍 拍回去我妈妈看得很开心 好 谢谢 Erico K 又来了 他 常常斗恋我们 他讲李毅连子 哎呀 台湾 台湾李毅连 有人有啦 吃 吃 没有的人很多 谢谢 宜购天晴 谢谢宜购天晴 家境清函也没有什么错 对 当然是 那 我们小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现在苦境甘来 因为过去有良奖的领导 人要感恩啊 我讲真的 好 谢谢你 好 董哥我们准备回现场了哦 谢谢 谢谢 酒吧 欢迎 小董真心话 我有个 讲很多新闻 朋友说你记忆怎么那么好 没有好 因为我常常会看看旧的新闻 我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看一看 说 哎这个我 我看到这新闻就会记得 哎呀 我在现场是一个怎么样场景 旁边站的是谁 我不一定只看新闻内容 旁边站的是谁 啊他跟我怎么样 就有一个影像的 有一个影像 你的深 你印象就会深刻了 对不对 你可能看了三国眼力 看了一遍 还不如看一片电视剧 为什么 因为他有影像嘛 影像你就鲜明了 他形容光宫长得怎么样 你在电视剧看哎呀光宫就是长这样 你看那个眉毛特别 特别的不一样 对不对 卧蚕眉 那张辉就长怎么样 原来影像看到你就有印象深刻 文字跟你细数半天 你还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而且那文字还有点文言文 所以 我讲 那我是 很多新闻我都到现场嘛 所以我就有个影像的现场 所以我的印象就比别人深刻 那 大家看哦 在台湾哦 在台湾真的是 很多父母很爱小孩啦 没有错 人应该爱小孩 然后跟小孩铺了非常多的道路 昨天在讲正二代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习国勇 习中立 蔡皮重 哇 蓝士忠 哇 大家对小孩都这么好 都把他送到陈时忠大学去深造 说美其林在这边帮忙打杂 其实就是卡位嘛 那这种卡位 有时候你说哎呀 那 那会怎么样 其实我老实讲 每个政党或多或少都会这样 做父母的 我的小孩对政治有兴趣 要不然去你那边当助理 当助理可以啊 来啊 但我不会因为是你小孩 我就特别怎么样 对不对 他照样要去做显民服务 去跟我送红白 红白的那个 大家知道 有时候我们在跑红白寺啊 人家有有喜庆 你去住一下 可是今天刚好有了很多啊 有六个地方中午在请喜宴 我哪有办法通通去 所以我助理会帮我帮我去跑两个 那助理就会让他挂主任 那挂主任来啊 不好意思我们那个议员 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没关系 理由到或怎么样 那白了 白了当然就上市啊 那你就更要到 你没有到的话 你的助理一定要穿 穿着你的竞选上面写 哦谁谁谁某个议员 然后我们去参加工绩 哦就看一堆这样的人啊 然后家主就觉得 哦哪哪一个 譬如说我们这个选 我们这个选期某个议员 某某议员 服务 团队 哦有来调宴 那家属也会感激嘛 哦就这样 所以我们看政二代 哦就这么回事啊 可是政二代你要 让他到陈时中这个 就是我讲的 他最严重的就是 他们的爸爸 一个是司法院长 一个是法务部政策 一个是内政部长 那这些会不会影响你的 那个我昨天讲蓝世聪啊 蓝世聪是台北市的民政局长 他最尴尬 因为他我昨天讲完了 昨天下午他在市议会 被王宏卫议员执行 因为现在总执行 市长必须在上面 要带所有的集图首长 王宏卫就问他 好你柯文哲 台湾行动党党主席 现在潜力挺黄珊珊 好那蓝世聪 你现在是民进党籍 你儿子又在陈时中 进行总部 那你现在要挺谁 他没有尴尬 他说我要 我是民进党 我挺民进党 你怎么没尴尬 那你在柯文哲这里 当民政局长 柯文哲是你的长官 黄珊珊也是你的长官 然后他们带你这么好 你最后说我要去投民进党 那必须怎么样 那你就你就现在就辞职了啦 就辞职了 对不对 你身在 柯营 心在菜 这怎么讲得过去 揍人不能这样啊 我老实讲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就会尴尬 我的朋友陈景静啊 他原来是柯文哲的副市长 四年前啊 那时候民进党已经提名了姚文哲 2016年 2018年提名姚文哲 2014年民进党 跟亲民党 全力挺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那时候标营 我就是台独 我就是胜利台独 力道出油 我是茉莉 亲民党全力相挺 各位你就知道是个怎么样概念 柯文哲一当险 马上把宋楚瑜找去市政务 宋楚瑜是我台北市最高的行政顾问 市政顾问 各位你不相信你上网啊 宋楚瑜过去的嫌疾搭档伙伴是谁 是连战 连战的儿子在险 代表国民党 恨不得国民党漏险 我告诉你 那时候亲民党 这些人高兴得要死啊 你看把连胜文给打下来 出了一口气啊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这个心情啊 你要这样做可以啊 但是我要评论也是我的事啊 你要这样做可以啊 你很爽啊 没错啊 你报复得很爽 那我要讲出来 我讲给大家听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说他是利 就是利啊 老师 这个案例太多了 没关系 选钱我会慢慢的讲 有很多朋友还在我留言板说 他是蓝 你瞎了果眼啊 蓝 蓝个鬼了 有眼无珠吗 那你听我讲 我们讲每一样都是真的 我不讲假的新闻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 你看了这种情况 他就是这样 二代 二代就要照顾啊 你看要怎么照顾啊 柯振营有没有 柯文哲 我昨天没讲完 很多朋友 一游位就说 柯文哲 你没有讲完是不是 我说对啊 因为昨天太多了嘛 他先被减苏培 修理嘛 减苏培是齐家精助理 我昨天讲 现在是议员 现在前台北市议会修理 柯文哲最强的 就是减苏培 大家都以为是王思杰 不是是减苏培 因为减苏培会挤出很多政绩 他说 你的发言人林真宜 林国成的女儿 对不对 林国成原来是亲民党嘛 那 大家知道亲民党挺柯文哲 所以 他们挺了挺了以后 他就加入了台湾民众党 现在是民众党 台北市党部主委 林国成 他交棒给他女儿 交棒之前他女儿 在当柯文哲 台北市政务的副发言人 叫林真宜 现在选中山大同 这个女生人也不错啦 我平常经养 我不会说 我因为怎样就 不会 他爸爸这亲民党 林国成的哥哥 跟我非常要好 那他哥哥 就是黑手起家 很成功哦 非常成功 那我讲哦 我们就是论事嘛 然后呢 陈冠宁 陈冠宁是陈明文的 儿子 派在柯文哲那里 当副发言人 跟我上过电视 陈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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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在之前 在蔡英文那边 好像还干过什么 国安的一个幕僚啊 那陈思宇 陈思宇 他爸爸是台联的前立委 前台北的市议员 现在还是台北市议员 但他已经离开台联 陈建明嘛 那陈建明跟我 当然是非常熟悉啊 他以前也常是我的来宾 也常跟我同台啊 陈建明 他现在也要交棒 给他女儿陈思宇 陈思宇是柯文哲 官传局的局长 各位我讲就是这样 还有呢 陈立营 是他媒体部 柯文哲 发言人媒体部的 立呢 取立净立的立 赢赢众生的赢 他爸爸是谁呢 他爸爸是以前教育部长 陈瑞臣 大家知道陈瑞臣 忙久时代的教育部长 对不对 是不是陈瑞臣 是啊 就是论事嘛 李嘉静是 原来的立委 他是新北 他跟我也不错 后来派亚东关系协会 马航九时代 那他的儿子李静颖 代表柯文哲 选 土城 那柯文哲跟郭建 郭台铭 立挺这一次 2020年落选嘛 也把国民党的那个 林 林均杰的票给他拉下来了 结果民进党当选了 各位我讲就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那李明卫 一个太阳的日 下面一个文章的文 这个读作名 卫是草字头 上卫 中卫 少卫的卫 草字头的 这个人是民进党 新北市议员 李怡正 李怡点的女儿 那 他们还让他显立委 也没有当选 那我讲这个 我讲大家都照顾自己的 并不是只讲陈时中 不是讲 讲完那里也有 那讲完这边呢 这些 其实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受过民意洗礼 比如说周城拉村的儿子 跟我就很熟 他现在是 不是周城拉村 对不起 郭树村的儿子 就跟我很熟 对不对 那他现在是不是那个 国民党的立委 有啊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了 如果这个 受过民意洗礼的 再来协助 他也不是正直 我现在是立委 我来帮讲完那 民意上我是他幕僚 可是我是先有民意基础 这个是不一样 所以民意党现在就要拿这个来 哎呀讲完那里也有 怎么样怎么样 就好像论文抄袭 哎呀国民党谁谁也有 民进党就是这样 打混战 总哥我们剩下三个 好谢谢 从蔡佩玉开始 好谢谢佩玉 谢谢非常感谢佩玉 是 然后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好 好 宜楼 宜楼 谢谢宜楼 给我一个很大的拇指 他从日本来了 他每次都给我大大一笔 非常感谢 然后陆佩玉 佩玉又来了 是 他也讲 讲小时候家里的情况 他是五年级生 那各位朋友 佩玉给我大大一笔 各位朋友可以看 佩玉 上面写 小时候是真的 这些东西都没有吃够了 谢谢 谢谢佩玉 谢谢